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阿公 阿公他的打法写在上面 然后他发明相铺火锅也写在上面 对 这本是 相铺 就是相铺的年鉴 他是东京第一个拿到最高阶的 一名相铺选手能够登上年鉴 不仅是家族也是地方的无上光荣 这位长鹿岩英太郎本名殷景 是东京第一位取得大观头鞋的历士 仅次于最高级的横钢位阶 而他也是当今相铺锅的创始人 而现在这传奇的日式火锅 一脉相传来到了台湾 而这位就是他的尼长孙 殷景淳一 他是日本巴士出身的 初约的大鞋子 而大鞋子成为大鞋子 大鞋子成为大鞋子 就必须要帮大家煮饭 所以他成为美味的东西 所以他成为这个方向 我喜欢对方 相铺力士在禁忌的时候 都会发出呛的声音 因此相铺锅在日本称为抢锅 十分讲究营养均衡 因为他的汤是用豆子去发酵 一年以后 然后用那个发酵的东西 来做给相铺手吃 所以他们才不会中风 也不会痛风 喝起来带点微辣的乳白色汤头 就是阴景家族的秘方 让相铺选手吃了只长肉 不长肥油原汁原味 直接从日本空运来台湾 就连食材80%都是进口 带着呢 鞋子很好吃 薄跳跳的大龙虾 直接端上桌 每一只要价3000块钱 嘴里还吐着口水的大毛蟹 一只也要6000块 甜美的牡丹虾 以及万年少见的金鸟鱼 光看色泽就知道这个雄亲 因为寒带的海产 跟热带的味道不大一样 寒带的它的 这些产品也都是 长大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肉就会很结实 然后甜味道比较甜 吃的时候还要讲究顺序 煎涮海鲜再放蔬菜 稍微烫和的牡丹虾 肉质细致鲜甜 弹牙的大干贝吃起来完全没有腥味 还有老板亲手做的肉丸 鱼丸 以及这一整只的大龙虾 搭配拥有百年历史的香菇汤头 真的是超奢华的享受 它的糕这么丰富 所以夏天是吃这个龙虾的季节 现在是最饱满的 这个肉又好甜又整块的 这种肉是以前16世纪的时候 皇宫贵族他们吃龙虾 就是吃这种 Postum的龙虾 食菜香菇菇的原子世家 英景先生从小就吃飞了山珍海味 什么食材好他自己知道 而英景家族在料理界的创举 可不只有这个香菇锅 曾经担任法国名厨的父亲英景道夫 也是直火锅的发明人 你的父亲发生了 Kamiyaki Kamiyaki 他是法国料理的厨师 当时他想 有一天一定没有人会 请洗锅的 一定很 洗碗的很少 所以他就想出一个东西 不用洗的 用掉 用完了以后丢掉 所以就发明直火锅 不但不用洗碗 而且纸锅还具有洗油的功能 搭配了加了28种的蔬菜水果 熬煮了高汤 即使过了好几个小时 也不会容易 对 吸来都很棒 很新鲜 夏天也很值得来品尝这样 墙上挂着名相夫手 若乃花的手印 代表着对他们家料理的肯定 祖父创立了相夫锅 父亲则是植火锅的发明人 可以想见阴景家族 在日本的参与界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 获得了天皇赐予无上的光荣 手上这一把就是2011年兔年的时候 日本先任天皇赐给他们家族的纪念扇 第一把则是天皇即位20周年的纪念 皇室的纪念扇 皇帝的纪念扇 皇帝的徽章就是菊花 所以这是最高的 意思就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 有时他想到我们的纪念扇 也会给我鸡 鸡的纪念扇 也有这个纪念扇 纪念扇的徽章证明了 殷景家族143年来跟皇室的友好 就连戴安娜王妃当初造访日本的时候 也是吃殷景家的料理 戴安娜要来我们的餐厅的时候 日本的警察全部查询 查询她的餐厅 我的宿舍 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我的弟弟全部 全部除草 戴安娜王妃 漂亮吗 漂亮 不一样 没有我是怪的 私底下还蛮搞笑的英警老板 安静的时候 看起来有一种斯文尊位的气质 而且只要不做菜 他就会独自拿杯红酒 享受意大利歌曲 我已经五岁住在意大利 所以我可以说意大利话 从六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进餐厅 后来旅居意大利 直到谢过了老板娘 才为爱来台湾定居 不仅带来了家传的香坡火锅 还引进了这重达十公斤的北海道火山岩 本身它就是一个远红外线 所以它做出来的料理 会保持原来的味道 不放油也不用用任何的调味料 藉由实际的高温 完全锁住鲜美的肉汁 翻个面自然落下的漂亮痕迹 焖个两三分钟 切开剖面 呈现了诱人的粉红颜色 沾叠罕盐或是酸醋酱 吃在嘴里头 就像是棉花糖一样的暖嫩 非力要这样最好吃 它跟棉花一样的软 好像棉花 肉质本身很好 还有这个锅的关系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十分讲究食材的老板 生鱼片每一样都新鲜的闪闪发亮 鱿鱼 干贝 海胆 扇贝 古丹虾等等 金妮剔透的光泽 美的就像是一幅画 她是TV 对呀 要不然你以为她是谁 不是 不是 TV 等一下 不行不行 已经六十几岁 个性却像个大碗龙的银井老板 跟细心做事的老板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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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们的节目都被她回来 等一下 你们的节目都被她回来 老板娘你要回家了 好 说说笑笑之间 也可以感受到她们的夫妻间谍情深 最近鱼井先生刚从日本的老家搬回来 这个小收的玩具是父亲在她三岁的时候送的礼物 有钱人加小孩 太贵了 你看她是世界大战的时候出生的 每个人都没饭吃她还有这种东西 这个要多少钱 非常有钱的家庭才有的 凭着餐饮贵族的光环 银井老板却选择待在台湾 跟太太一块经营 这只有三十六个座位的店面 没有华丽的装潢 生活却是很自在 就像是吃完香菇锅之后 海藻寒天甜点一样 五彩缤纷没有负担 不过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 却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 落叶归根 传承百年来 银井家族对美味的坚持